今天先跟大家分享两个好消息 第一个就是维州终于解封了 第二个就是我的粉丝终于破百了 真的非常感谢大家这段时间对我的支持和喜爱 我主要是做一些知识区的视频 包括各种经验分享和每个月都会推出的好书分享视频等等 平时生活中发生的有趣的事物也会记录并且分享给大家 今天就和大家一起在户外分享一下 10月份到目前为止我读过的三本推理题材作品 如果你对悬疑推理小说感兴趣 那就继续看下去吧 第一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山成一郎的轨迹博物馆 这本书在豆瓣评分7.7分 相信喜欢推理作品的朋友对大山成一郎应该不陌生了吧 但是惭愧的说这是我第一次读大山成一郎的作品 还有一本绝对不在场证明 待会会跟大家分享 这本书呢讲述的是有一个特殊的博物馆 专门收集无人能解的离奇悬案 它就是叫做赤色博物馆 设立于1956年 效仿的是名为黑色博物馆的伦敦警察局犯罪博物馆 主人公四田聪呢 由于一次办案的失误 从刑警队被调到了这个赤色博物馆 书中就收录了他和馆长一同破获的五起悬案 首先呢 这本书我很喜欢它的封面设计 它是由很多个窗口组成的 窗内的人影塑造了不同的案件场景 吸引着读者翻开书去对这个博物馆一探究竟 另外呢 我觉得这本书的阅读体验非常好 多次反转的情节和巧妙的逻辑陷阱 给人一种很强的沉浸感 男主通读这些卷宗之后呢 馆长总是能找出那个其中不合理的地方 并且让男主通过对嫌疑人的调查和询问 让案件真相大白 每当馆长说出这些不合理的点的时候呢 我总会发出那种 啊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这样的感叹 我猜细节控应该会很喜欢这本书 一些很小的点会使整个案件的走向完全相反 确实是非常精彩 而且值得推荐给大家的一本书 五个故事分别是面包的赎金 复仇日记 直到死亡之日 烈焰和致死不渝的追问 即使读完这本书好几天了 我依然是对这五个故事印象非常深刻 大概是因为一直是被作者引导着 自己推理和思考过吧 整个案件的描述呢 非常详细 让我着实过了一把侦探引 如果非要问我最喜欢哪个故事 这个对于我来说确实是有点难 不过相较之下我可能会更喜欢 复仇日记和烈焰这两篇吧 如果你也读过这本书呢 可以留言和大家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故事和原因哦 那我们就简单的聊一聊其中的一个故事吧 放心 绝对不会给大家剧透的 复仇日记是一篇手记体 其实这种类型的手法在推理小说中是很常见的 这篇故事呢 主要讲的是男主接到前女友电话 说要找他商量事情 但是当天男主在家楼下 却看到了很多警察被在入口 于是他得知了前女友坠楼身亡了 他觉得这个事情很蹊跷 就开始调查是谁杀死了前女友 后来种种证据下 他推测的凶手是他的老师 于是就去老师家质问 得知真相后 愤怒的男主就就地取材杀了老师 这些内容都记录在了一本日记中 之后男主的住处遭遇了盗窃 丢失的物品中就包括了这本日记 小偷把日记还寄到了警察局 于是警察就找到了老师的尸体 并且要去抓男主 男主在逃跑的过程中 就意外被卡车撞死了 这个故事中其实有几个疑点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呢 那就请你们到这本书中 翻一翻验证一下自己的答案吧 第二个要分享的这本书呢 也是出自大山成一郎的笔下 就是刚刚说到的那个绝对不在场证明 喜欢本格推理的朋友 千万不要错过的一本书 包含了七个不在场证明的轨迹 这本书的封面确实是劝退了很多人 我之前也是不敢看来着 但是真的无法控制自己的好奇心 不过这次就体验出用Kindle看书的好处了 就不用天天面对着这个吓人的封面 书中描述了一家很有趣的钟表店 他的墙上贴着本店承接钟表维修 提供电池更换服务的广告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两张非常诡异的广告 写的是代客推翻不在场证明 代客搜寻不在场证明 你一定也有同样的疑问 就是明明是一家钟表店 怎么还搞上破解不在场证明了呢 店主是这样回答的 主张自己有不在场证明的人都会说 我几点几分在哪个地方 其实也就是说钟表成了主张的依据 既然如此 那么钟表将不就应该是 最擅长解决不在场证明问题的人吗 虽然这个理由听上去确实是有些牵强 不过店主还真是破获了很多 不在场证明的轨迹 每一个故事都短小惊悍 没有一句废话 令我印象最最深刻的是 跟踪狂里的食物残渣轨迹 还有就是爷爷的那一篇很暖心的故事 还有就是消失那一篇 是利用姐妹替身的轨迹 短篇读起来确实比较轻松 没有任何压力 其实每天读几篇反而觉得挺解压的 不过个人认为美中不足的有三点 第一就是主角缺少建立人设的篇幅 会显得有些空洞 第二就是封面过于惊悚 有些不忍直视 第三就是篇幅有些过短 没有引导读者 或者是给我们思考的空间和时间 就全盘拓出答案 我就觉得阅读体验不是很好 相比这一本呢 我其实更喜欢刚刚说的那个轨迹博物馆 还有一本是叫做密室收藏家 之后有机会我也会读一下 然后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阅读感想 最后一本呢 是以一的动物园 这本书在豆瓣上评分8.3 也是一个短篇的合集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这个月读的三本书 竟然全都是短篇级的推理作品 感觉一下子脑子里装了太多的故事 会有一点点的混乱 那我们先来说说这个作者以一吧 大家应该不陌生了 这位日本作家的作品风格多变 推理治愈科幻黑暗的 他全都写 读者们把它分为了画风偏暗黑系的 黑蚁和温柔小清新风格的白蚁 这十篇故事中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 就是七个房间这一篇了 他描述的是一对姐弟 被不明所以的绑架了 困在一个四壁小人 仅有一个出口的房间 弟弟身形比较小 所以可以穿梭于各个房间之间 后来他发现 一共有七个一模一样的房间 每一间困有一个人 而杀人者呢 每天六点会杀掉一人并且分尸 今天就轮到姐弟被杀了 他们又该如何自救呢 这篇作品我觉得非常有电影感 读的时候 头脑里就一直浮现出那个画面 让人感觉惊心动魄的 以一所营造出的紧绷感 又让人喘不过气 黑暗色彩非常浓重 就有一种阴森森的感觉 大部分故事都非常精彩 尤其是第一篇 小事与养子 开头部分的心理活动 他写道 妈妈要杀我的话 他会怎么下手呢 或许是老一套的 拿硬物敲我的头 或许是另一个老一套的 掐紧我的脖子 还是把我从公寓阳台推下去 在伪装层自杀 还有就是妈妈说的那一句 你是我生的 所以要你生或要你死 都是我的自由 这两句话 真的一开始就震撼到我了 同样精彩的几篇故事呢 还有远离的夫妇 把雪叶找出来 和寒冷森林中的小白屋等等 反倒是同名的那篇 叫动物园的 就感觉还好 而且我到现在都还有一个疑问 就是这个书名到底和这些内容 到底有啥关系呢 如果你知道的话 可以把你的理解写在评论区 和我分享一下 好吗 好啦 以上就是十月份 到目前为止 我读过的三本推理好书 这个月的读书仍然在继续 我会在十月最后一周 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我现在读的书 其中有一本是喜鹊谋杀案 另外的就先保密了 希望你们喜欢我的读书分享视频 那我们下期见吧